在运动这方面 我觉得是比较好 比较难推广 就是说我们台东的身上 也是要出来做这些运动 真的是有困难 为了帮助低收入 而且身心障碍的朋友 而成立的社团法人 台东县向日葵关怀协会 一直以来默默耕耘 结合工部门与民间单位 在极难救助 生活关怀方面 为这群落实中的落实人口 带来许多支持 在运动这块领域里面 当然也需要社会的赞助 像我们今年出去比赛 比赛成果运动会 真的是经贵很少 那我得到台东洪山湖的 齐立集团的赞助 才有让选手住得很舒服 因为在比赛你也知道 每一个选手需要没有压力 另一方面 协会也向体委会升起计划 鼓励并带领身心障碍朋友 从事社级 轮椅基建等运动 并带队前往外线式比赛 成绩优异 获得体委会表扬为极优单位 老实讲 两年一次的身心障碍运动会 让我虽然人数不多 可是得到那些奖牌 我觉得我很欣慰 执行长黄从庸本身 也练习空气步枪 并拥有教练资格 带领黄科章 叶义伟 郑立志 杨清禾等人 参赛夺牌很有成就感 不过他感叹 协会武力培训选手 愿意初来运动的人原来越少 他期许政府降低体育奖助学金 申请门槛 鼓励更多身心障碍朋友 参与运动 挑战自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